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大一爆爆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夏祥 今天我们来说说 一喝水就排尿 和喝水很多但没尿的人 水更健康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喝了水 有的人很快就会去厕所撒尿 而有些人则很长时间都不用去厕所呢 其实这和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 有一定的关系 对于一些身体代谢比较快的人来说 对于水分的消耗也会比较多 就算是经常的喝水也会产生口渴感 但是身体却不会产生太多的尿液 这主要是大部分的水分都被身体所消耗了 而对于那些身体代谢比较慢的人来说 对于水分的转化和吸收能力就会比较低 所以说同样的水分摄入身体之后 可能很快就需要去厕所排尿 所以就会出现一喝水就要去厕所排尿的表现 那么这种情况和我们身上的健康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的确有这样的可能性 毕竟我们的肾脏作为身体的一种主要的水分过滤器官 有着浓缩尿液的功能 所以说如果当你的肾脏功能有所降低的话 就可能会导致排尿过多的情况 一喝水就想要排尿 很有可能就是肾脏不好的一种表现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其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